这里面就一个寨子了是吧 这个路看得出来平常也是没什么车走 可能平常也没修啊 草都长大了 修了等一几个都算了修 老挝的这些草啊什么都长得快 一个雨季就长不来 这些都是茶树 都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 他们就采着那个木棍去采茶哈 这个真的是原始森林里面的 对这就是原始森林 这些茶叶都是长在这个森林里面 原始森林里 有这个分析都种茶叶的哈 这个是原来的 这个是原来的哈 从来长不出这个样子的 你看在那个树杆上那种青苔那种台线 啊 原明今天是落叉树 根本都是合处的 都是以前的嘛 上面应该过得去啊 嗯 清理道路倒下的枯树 挡住前进的道路 快看就说啊 还好帅哥多 不然都不知道怎么过去了 一二七 好 一二七 好 一二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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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 我去弄弄的才里来了 哈哈哈哈 你不觉得啊 你不过了 这里面就全是原始森林 哈哈 那个高的那些 那些都是 啊 这个采采也不容易 哈哈 都是原始森林 哈哈 还在相应一点 你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说不明白 是啊 这个就是大茶树的 还不是最大的 哈哈哈哈 这个中小的 中小的 这个下面很大 被它们砍过了 对对对 这个是后面长起来 都长这么大 其实这些 它们以前没砍过 都很大的 哈 真看过的 是啊 全部都是 应该都是以前 它们烧山谷都砍过 我也是 嗯 啊 全部都是原始森林 哈哈哈 下面原来是一整棵大的 你看 你看 原来是一整棵的 你看 对吧 是 被它们砍了 又再发起来 现在 哈哈哈哈 对啊 那这个年头就久了 哈 如果不砍的话 那就真的是很大的 对 你看那个砍 你就知道了 嗯 不砍 现在已经从古树潮了 是 叫大树而已 对 像这一种 现在还叫大树哈 古树的那些 就更大的 更大更大 就更大的了 就是没砍就是古树的 对对对 我们去查这里上去吧 啊 好 嗯 这有叉虫啊 叉虫啊 叉虫 这一片基本上都是茶树 啊 是吧 这个以前砍掉就太可惜了 以前没有人发现 它没有人生长 对 我们不能 不能做更多 是吧 哈哈哈 哎 过去全部是原始森林 都是长茶叶的哈 嗯 你看它这个牙头 嗯 跟中国的不一样 对 这个有点发紫的哈 嗯 都不一样 采茶叶就采这么一点哈 对啊 大一点的全部都是在林子里的哈 对 我们还往前走吗 还是掉头 去载子里一下吧 去载子里一下是吧 好 大树茶 大树茶 是怎么采的 这个茶树枝小小的都可以哈 太柔了 太柔软 嗯 韧性还比较好 采不断 嗯 这个就是指牙的哈 嗯 它这个叶片也大啊 对 厚 嗯 嗯 是啊 也大也厚 嗯 看到这个边上就带齿的这个 嗯 不大 嗯 嗯 这里面有四个茶树 嗯 这个就有四个茶树 就四个茶树 哈哈 哈哈 现在都是有钱的都是带上新房子 村长家是不是 村长家搞的什么都啤酒 哈哈 啤酒香 啊 lugares 还是问题 感谢观看